國外風雲帶您掌握 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帶您看到 立法院的衝突現場 今天在內政委員會 原本是要來排選選罷法的修法 不過一大早 民進黨立委已經先佔領了主席台 那麼就在開會時間一到 雙方現在是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而這個衝突點就是因為 國民黨立委徐曉昕說 他已經有募集 而且拍到民進黨的 內政委員會委員張宏露 是搶議事人員的議事錄 因此是跟民進黨的立委 王美惠爆發拉扯 一起帶您看現場的畫面 好 可以看到雙方在爆發推擠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立委王美惠跟徐曉昕 兩個人是爆發了肢體衝突 那麼現今一度還勾起了脖子 那旁邊的其他立委 也幫忙來站槍 只不過你可以看到 在內政委員會的現場 可以說是一片混亂 那麼一度也讓內政委員會的 招委高精素媒無法上台 那麼其實高精素媒最近的身體是違樣的 那麼之前還一度傳出到了醫院來急診 今天他依舊是暴病到現場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相當的虛弱 拿著手持麥克風 因為這個主席臺已經被佔領了 一起來看看當時現場的畫面 好 可以看到高精素媒是相當的虛弱 那麼宣布這個會議開始 只不過民進黨立委認為這樣子並不算數 那所以才會有之後的國民黨立委 許巧辛雷指控 張宏露搶議釋路這件事情 但是張宏露認為這會議還沒有開始 所以一切並不算數 只不過現在不只在內政委員會展開了戰場 包括了像是外交委員會跟司法委員會 現在因為民進黨籍的招委 都要跑到內政委員會去聲援 所以相對來講 其他委員會都宣布休息 也引發了國民黨立委羅志強的不滿 一起來看看這段畫面 自己的本業都不顧 委員會 主席就這樣跑了 司法已經癱瘓了30分鐘 主席不見了 現在換外交國防 都不用玩了 都不用去監督了 今天排放二排假的 大執行準備假的 說休息就休息 有這種事情嗎 跟民黨立委羅志強可以說是氣撲撲 因為他雖然是屬於司法委員會 但是他碰到旁邊的外交國防委員會 一看怎麼都宣布休息了 包括他自己的司法委員會 這個招委中嘉賓也宣布休息 所以他現在說要來協詢招委 那麼現在其實官員都到立法院了 但是都沒有來備詢 也因此羅志強跟黃國昌就出招了 我們要馬上再您看到 司法委員會的最新畫面 儘管這個招委是不在 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孤身質詢的畫面 一起來看看 去年說要仰賴這個虛擬資產平台的工會 這個是黃鐵木嘛 去年是不是這樣講的 金管會要納管 然後出台VASP指導原則 結果搞了半天出了什麼事啊 可以看到司法委員會 目前是立委黃國昌正在質詢當中 不過當然立正委會是今天選 辦法修法的焦點對於民進黨而言 是祭出了假籍動員 只不過這些民進黨籍的招委 跑去支援內政委員會宣布休息 也引發了在野立委的不滿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現成